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给他抠图 那么人物他中间的这种很好或者是很确定能选择的地方呢 是比较好选择的 那周围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他的这个头发丝呀 以及边缘呀和背景分离开 对吧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利用通道抠图的时候 去选择一个我们头发和周围的背景啊 对比最明显的一个通道啊 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头发的边缘和背景对比最明显的一个通道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红色通道 红色通道的话呢 头发和背景 嗯 对比不是特别大吧 因为头发只比这个背景稍微深一点点 那么绿色通道我们来看一下 也是同样啊 对比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蓝色通道要稍微好一些吧 我们看啊蓝色通道 这是红色 这是蓝色 蓝色通道要稍微好一些 那我们就选择蓝色通道 嗯 记住啊 我们上节课所说的 不允许在红绿蓝这三个单色通道上面去给它做改变 否则你扣出来的图最终的颜色就发生变化了 那如果说你想给它去做改变的话呢 切记一定要将你选择的这个通道啊 去给它复制 那么我们拖着这个 呃 这一层通道 放到我们倒数第二个按钮上面啊 就可以复制出来一个蓝色的拷贝通道 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蓝色的拷贝通道上面去给它做一些改变的 你看它上面的RGB红绿蓝这几个小眼睛都关闭了 对吧 不会给它们造成这个破坏 啊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啊 嗯 应该让它的对比加强一些 也就是明暗的一个对比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 呃 有讲到一个色基 啊 Ctrl加L是它的快捷键 对吧 那么这个色基中呢 它就有黑场白场 还有这个灰场 啊 是这样的 呃 那么我们现在呢 头发应该是偏暗的部分 背景这一块 应该是偏亮的部分吧 这都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两个 是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去加强对比 怎么加强对比呢 我们让它到暗部呢 让它变得更暗一些 对吧 让它变得更暗 那亮部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它 诶 变得更亮一些 更亮一些 这个时候 你看它的对比 是不是就有加强 对吧 就有加强 呃 你可以关一下这个预览 这是之前 之后 之前 之后 就有加强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亮度呢 亮部呢 再来加强一些 让它变得很亮 对吧 但是这里呢 大家不太适宜怎么样啊 就是我们将它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头发边缘的一些细节 它都没有了 尤其右侧这里 所以说这种极端的话呢 是不太合适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给它找一个临界值 呃 比如说到这一块 我认为就差不多了 它头发的边缘这一块呢 有保留 啊 有保留 好 那么我们先暂时确定 接下来呢 用到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个知识点啊 就是加深减弹工具 那么加深减弹工具呢 它是可以去选择一个作用范围的 啊 你想我们可以去用减弹工具 怎么办呢 我们去给它减弹这个高光的部分 哎 你想我在它周围这一块 你看我给它去做一部分减弹 对吧 可以去减弹它周围的地方 那我们还可以用加深工具呢 去给它把这个阴影的部分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 哎 头发这一块把笔刷小一点 左中控号键是可以缩小笔刷的 好 看出来加Z咱们把它的曝光度降低 哦 不要太强的这个曝光度啊 你可以把头发这一块去给它加深 哎 这样去给它加深一下 好 我们这一块啊 把这一部分加深 那么这里的话呢 其实消耗的时间呢 还是有点大的啊 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细致抠图的话呢 它有的并不是说很快速就能给它抠出来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啊 它的阴影部分给它去加深 OK 边缘的地方也是啊 给它加深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用这个简单工具啊 你像边缘的这些部分 我们应该是高光的部分吧 给它去做一个简单 其实你把边缘这一块给它整好了啊 抠到头发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要精准一些了 好 这一块够亮了 我们把上面这一块啊 来给它把边缘减淡 OK 然后你像周围的地方呢 咱们就不再去处理了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啊 可以再用画笔 你像加深减淡这样有点太慢了 我们可以用画笔工具 画笔工具 我把它这个周围的地方呢 给它凸白 我可以把周围的地方 给它手动凸白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硬边缘的画笔 防止它把那个 咱们这个头发丝啊 那一块给它处理的不好 那么把周围的地方给它凸白 右侧也是 我们先把能确定的地方啊 先给它确定了 这里凸白 然后之后 你看这些细节的话呢 大家就把画笔缩小 然后去擦一擦 当然你像这种 它的头发丝擦不出来 怎么办呢 也是啊 我们还是用加深工具啊 你看我先把这里去加深 把它阴影的部分去给它加深 然后再用减淡工具呢 把它高光的地方呢 减淡 这样的话 它是不是就变清楚了 好 我们用减淡工具 把这一部分减淡 把这一部分减淡 好 你看这边头发 其实呢 就已经差不多了啊 你看这一块 我们可以用画笔再来擦 把这个这一块涂白 涂白 然后我们再用加深工具 把这个边缘的头发丝啊 再给它去加深一下 用减淡工具呢 把它周围再来做一个减淡 这一部分再来简单 或者说呢 我们还可以结合着选区来做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一部分 选区给它选中 然后Ctrl加上L键啊 我们去将它的量部啊 让它变得更亮一些 你看 它边缘其实就有在变化 Ctrl加D取消选区 然后你可以把这一部分 再来选中 Ctrl加L啊 我们把它的量部 应该还是变量 嗯 变量 然后Ctrl加D取消选区 然后底下这一块也是 Ctrl加L 量部变量 好 OK啊 Ctrl加D 现在呢 其实就差不多了啊 差不多了 大家呢 就是接下来 你想中间这地方 应该是都给它涂黑 对吧 应该用黑色画笔都给它涂黑啊 像是脸上 脸上啊 你看这包括这些头发的部分 包括你像它的这个尖这一块啊 其实大家是完全可以用钢笔工具先给它抠下来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一块啊 都给它涂黑 那涂黑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去掉它的选区了 掉选区的方法也很简单 按住Ctrl键去单击一下涂层的缩缆图 就可以把这个选区调出来啊 调出来 调出选区来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回到我们的RGB图层 要先回到这里 你看选区是不是就把头发这一块都选中 选中之后呢 我们回到图层面板这里啊 咱们可以直接给这个背景图层添加一个图层蒙版 这样的话呢 头发其实就有抠出来 你在它的下方呢 去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我们去给它填充一个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填充一个这种彩色红色 好 out加上delete键做一个前景色填充 然后之后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会发现啊 它有一些是那个透明的像素 有一些透明像素 我们在蒙版上边呢 还是啊 需要大家呢 去给它还原一部分 用我们白色画笔啊 去给它还原一部分 你像边缘的地方 好 看出了加Z一定要把画笔缩小一点 其实这一块它本来就是灰度的 对吧 颜色就有点灰啊 然后我们怎么 怎么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清晰 首先我们先把这一块处理一下 这一块应该还有一点小的边缘啊 咱们还是用黑色的画笔去给它擦一擦 好 把这一部分擦一下 有些头发丝其实是我们可以去给它 呃 不要的啊 就是省略掉的 因为你不可能保证每一根头发都给它抠下来 你看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的头发它本身就是很细 对吧 很细 然后如果说你给它这个抠 抠图的时候呢 它带有些边缘很正常 那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涂层 或者说我们在创建新涂层之前 先把它转换成为智能对象 把我们这个啊 这个抠下来的 然后创建一个新的涂层呢 我们可以去 呃 吸一下它的头发的颜色 嗯 吸一下头发的颜色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简贴蒙版 对吧 只针对我们的头发啊 这个人物这个涂层去给它做一些颜色 比如说我这里给它去涂一些颜色 对吧 涂一些颜色啊 然后呃 涂好的 涂 你要涂颜色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啊 不能说给它这种大面积去涂啊 我们涂好之后呢 给它改一个其他的涂层混合模式 比如说叠加 对吧 叠加涂层混合模式 然后包括包括这些也是啊 这个稍微柔和一点的画笔 去给它擦一擦 把你想要加强的边缘啊 去给它加强一点就好 OK了 不要这样出现啊 然后我们把这些头发丝给它去加强 嗯 或者说呢 你给它把这个不透明度再降低一些啊 让它变得更加柔和 相对来说 它的这个 首先是我们画笔的硬度还是太硬了啊 因为你们有用柔边的画笔 所以它不够柔和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还是相对来说要深一些啊 大家可以去吸它周围的颜色 多去做这几层 好 那么在这里涂一涂 那么涂一涂 包括这些部分也是 去涂一下 OK 把它的不透明度再降低一些 还是有点高了 然后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柔边的画笔啊 把这个边缘再来做一下 好 这个就是用通道来抠头发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通道的一个应用讲解呢 就到这里了 课下大家一定要做一个练习啊 呃 以及以及呢 就是要花功夫去抠这个头发啊 如果说太仓促的话呢 它的最终的效果呢 其实要是相对来说要差一点啊 一定要多次去调整它的色阶 以及用加深减淡 还有就是结合我们画笔等等啊 去做一些这个工作 OK 那么今天课程呢 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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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